中文字幕 王晨 功夫對我來說是一個skill set 我爸爸在美國開武館的 膠塞女佛 那我榮春呢 我就跟了一個很有名的師傅 叫黃迅良 其實我最怕是什麼呢 就是每派別的功夫 或者每派別的武術 當我們是一個religion 一個宗教 就很難去跳開這件事 去學地這些武術 金 木 水 火 糖 五韻龍Philip在美國長大 回流香港之後 現職動作指導和演員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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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打的時候和拍打 剛才你看那些是兩件事 真打是你不可以讓對方知道你的節奏 他抓到你的節奏 他可以隔你 打回來 不過拍戲的差別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都要知道對方的節奏 好處在傷害對方 不過是一個跳舞的方式 怎樣做一個叫做武術指導呢 你要懂武術 如果我是量紅拳的 剛才也量了一招 因為你真的明白 了解這種運動和這種動作 你就可以選擇最漂亮的位置出來 給觀眾看 還有可以發揮到那種功夫的spirit 接下來會跟很多不同的師傅 熊拳師傅 去了解熊拳是什麼 了解了這件事 希望將來有機會拍到熊拳的電影 起碼我知道這件事 未必是做一個高手 不過起碼我拍出來 希望會有一點說服力 熊拳乃領南五家之手 風格硬橋硬馬 步穩勢烈 尋堅聚爪 寄擊以橋手為主 力顯於外 而氣沉於內 著名的套路友 名為熊拳三寶的 公智伏虎拳 虎鶴相形拳 和鐵線拳 要認識熊拳這一門嶺藍拳術 Philip去請教香港中國國術龍師總會的主席 江沛偉師傅 江師傅師誠陳漢忠 教授熊拳三十幾年 寄擊訓練經驗豐富 熊拳的特色是四平八穩 最重要是有四平大馬 指五馬 是很工整的馬步 我所知就是 我平衡大約是 細一點 細一點 沒錯 腰不要轉 提肛 放鬆一點 這樣 四平馬 通常一轉馬就是指五馬 例如一轉轉公步 轉公步 可以轉這邊 沒錯 熊拳馬是內扣的 內扣 內扣是保護 腰要害總腰部份 看著目標 在這位置 用腰馬去 收回來 腰出腰收去 再快點 不夠快 鬆點 在這裡 腰馬合一 控制拳打出來 一拳 一拳 出拳的時候要長的 中的 再來 短的 都可以的 不是說 保留了困住的力 在鼻上 是要放出來的 所以沒有分別 我看到你的力 打聲 其實是憑你的腰出 還是腰馬合一 其實是腰馬合一 加上內外的 內外雙收 一拳 從這個位置打 是無意識打出來 拳打出來 是沒有準備的 可以隨時 在這位置打出來 任何位置都可以 任何位置都可以 這位置才是角熟 明白 這拳是虎鶴相應 應該是開頭 兩個拳頭放在腰 放在腰上 右手 吸引 放掌 阿福 很多人少看套路 說 forms no use 通常人們說這些 是不明白 不了解 例如 江師傅教我 福學雙迎國開始 一個橋手 其實 是在練什麼呢 是在練dynamic tension 其實是很辛苦的 我拍攝那部分 其實是挺辛苦 為什麼 dynamic tension 其實是相反的肌肉 一個拉 一個推的肌肉 兩邊的肌肉 是在鬥 用這個鬥力的原理 是訓練自己的 你是用自己的身體的肌肉 去練實面勁你的力 不用重量 不用重量 對 MMA 所有自由 搏擊人都要練 他用其他方法來練 中國人的文化 和那個 inventiveness 原來可以自己一個人 solo 擺一個姿勢 用dynamic tension 已經可以練到橋手 其實功夫 其實不是magical 不是一個魔術 其實是一個science 例如 江師傅說 學咀在下面出的 他跟我示範的時候 我真的見不到那隻手 叫出來 我是擋不到 如果他沒有預 之前告訴我 我沒有可能知道 所以 做一個武術家 做一個喜歡功夫的人 你要真的去研究 以及去問一些 真是熟悉這件事的人 你才可以領略到 林傳號Oscar的爺爺林祖 是王飛鴻高徒林世榮的樣子 而Oscar的師傅 是他爸爸林振輝 除了紅拳 他熱愛忌擊運動 未來會參加業餘拳擊比賽 希望通過散打和拳擊 測試功夫的實戰能力 Sparling的時候 你可以練習到抗打 反應 敏捷 靈活 因為你自己練 跟你同人 Sparling是兩回事 譬如你學到一招這樣的 不代表實戰真的可以這樣用 因為別人不一定在這個位置打你的 譬如 我這一招 如果你打我胸口 我這樣 我這樣推開你 再打過來 OK 沒問題 那如果有人打我的頭 那怎麼辦 那就擋高一點 多指甲 多指甲 我多指甲 那我自己來說 著重過重擊多 那我連續的攻勢就不會太多 那但是我會找到一個位置 你一入破棧 我就一拳一個重拳 鍋過來 偷偷出來的 偷偷出來的 你體力太厲害 非常好 謝謝 很幸運 我現在可以先去 今天跟Philipp玩過 就是賣牙 除了用重拳打牙 原來掌握也是很有用的 剛才我被Philie掌握的時候 我真的跌在地上 我想地上是滑的,他謙虛 不是,PhilieBee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很合理 一膽二力三功夫 什麼話都會假的 年輕一點的,師傅 練習,動兩下 都要精神 I'm ready for the rest of the show 其實我們林系紅拳裡面 裡面都有一些北派套路 是我爺爺在外面吸收回來 其中一套就是北派的螳螂奔布 螳螂來說 它激打的招數是比較少的 但是 這些全部都是溝彈腳 全部都是摔人 其實我最初學這個套路的時候 我是用不到這一招的 但自從我在這裡接觸散打之後 我發現原來是同一個道理 和我剛才那個是完全一樣的 它是捉住了我的腳 然後好像有勾 把我的腳勾上來 但我的手是勒著我的腳 整個旋轉地船我下來 紅拳是實戰能力很強的拳種 當年林世榮和幾名徒弟 在樂善戲院擊退幾十人的故事 可以說是傳頌一時 其實三個人怎麼打低三十個人呢 我聽到很好奇 我都很好奇 我都很惡然 當年我都問了 我爸爸說 哪有可能做到 其實是不是初衣 但當年我老爸就解釋給我聽 當年林世榮可能很有街頭搏鬥經驗 他把自己迫在場角 他把自己迫在場角的時候 他把自己迫在場角的時候 敵人一定是從前面來的 還有二三十個人 沒有可能一次過飆過來 一定是在兩三個面那一陣地來 他搞定面那陣 後面那些陸續來的時候 他都是逐個逐個打而已 那麼 他最喜歡用的兩個招式 就是水龍拋鎚 打你的腳 抓關節 以及千字砍打你的腳 失關節 水龍拋鎚其實很簡單 就是人家打你的時候 你拿著 有一點技巧 就是在水龍拋鎚的時候 在打之前 一定要先把你的關節扭一扭 因為如果這樣保持這個姿勢 打下去 你可以保護自己 但是如果向上扭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很危險 如果打上去一定會斷 斷 正積極備戰的Oscar 為了進一步測試 紅拳的搏擊能力 再次約戰Philip 這兩位武術愛好者 難得找到實踐功夫的對手 今天Oscar 就再約戰Philip 作比試練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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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武術你不用在有少少壓力的比試 你不知道那些招式怎麼用 原來可能這下對我少許 其實是練習不應該以擊倒對方為主 彭志銘 洪拳國術會會長 習洪拳超過40年 一直研究香港武術文化 正籌備寫一本洪拳史 洪拳的背景好像很神秘 Philip希望了解更多 於是專誠來請教 我們學洪拳那班人 每個都覺得洪拳是洪器官所創 因為姓洪 所以就叫洪拳 原來有一班學者在研究洪拳的來源 就跟那時反清復明一個組織天地會有關的 天地會的人自己稱自己天地會的兄弟 就叫洪門兄弟 而他們所學的權術就叫洪拳 另外我們有一種說法就是 洪拳就是至善禪師交給洪器官的 不理會是一些坊間民間的傳奇 或者一些歷史 我相信我們洪拳就一定跟少林寺有關 在80年代中期 福建蒲田這裏只是一片坊地 在發現了洪花亭和火燒少林的遺址之後 新的南少林寺就重新興建起來 當年警察部的可sir和國術組的同事 聯同反黑組的專家就來過考察 調查洪花亭和洪拳的故事 其實洪花亭是什麼 洪花亭就是明末清楚的時候 有一班反清復明的義士他們聚集 他們在這裡聚集之後 就進行了一些秘密的活動 去對付清朝的 這很奇怪 這處裡面有兩個對戀 一個是講劍 一個講奇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一般的寺廟 或者寺廟門的對戀 是用一些很長和的字眼 是不會用刀、刀、劍、劍等做一個對戀 可以證實到 當時依道聚集的義士 是用刀、劍等去斬實清朝的官兵 還有一個反清的活動 所以這裡也是一個拜神的地方 是啊 你說拜神的地方 但我又看到裡面有個牌匾寫著寶文建 為什麼文字呢 那一棟又穿了頂呢 因為那時候反清復明 就是人民要反清政府 人民出頭 另外 在福建話裡面 文字是個明字的意思 名就是明朝的意思 兩個字通的 是通的 所以就是寶文殿 換句話說就是寶明殿 其實洪喜倌本人 他也是反清復明的一個革命分子 我們現在不論是江少那種說法 但我們相信一樣東西 洪權必然是來自少林寺的武術 南方有一句言語 有祠堂處必有無詩 詩藝文化 融合了藝術和武學 從中也可以見識到真功夫 劉家勇師傅的外公 是林世榮的徒弟劉站 他自小雜母 後來加入劉家班 參與過多套有關洪權的電影製作 洪權有一個橋手 不是說拿出來就可以了 要夠定的 為什麼一定要玩這個橋手 很多人都不玩 很多人都不想玩這些 但橋手這件事就是 由你的橋手的力度 不知怎樣得來 是一個學生 但這個橋手是令到你 橋要定 一定要鎖住 鎖住 鎖住它 扣死它 這樣才有用 這叫 是吧 你慢慢練出來就很漂亮 你扣不到 是用身形的 這就是割手 我一擔你的割手 這些位置已經來了 洪權要運橋 就是最好用的 嗯 現在你扔到我 那感覺是什麼呢 是他的手是鎖住我的手 它是黏住的 即是黏住的 就是它是黏住的 我去哪裡呢 劉師傅呢 就跟著 如果我一有虛位呢 我就感覺到 壓住他 壓住我 好 好啦 玩完之後玩雙手 我就教你這樣 左右這樣玩 一可以玩到橋也漂亮 還有馬步夠準 嗯 好 玩完之後就可以兩手穿開 一 二 對了 三 沒錯 這樣叫穿橋 那其實這個雲橋 其實對洪拳是很好的 我覺得是一個好 exercise 因為你可以用回套路裡面的招式 那些 technique 在這個 exercise 裡面 under pressure 因為我又想攻擊到對方 在這個 exercise 上 對方又想攻擊到我 在那個 situation 大家可以練到 洪拳裡面的實用的 concept 和招式 直接走 洪拳在六七十年代 曾經大行其道 亦衍生了很多天台武館 但是現在學功夫的人少了 天台武館也都所剩無幾 我們今天最後一天 穿這個 我們現在要送神酒 和拜師公 多謝他們教我們 這麼多東西好嗎 來 預備 預備 來 兩個公 宋別武館 師兄弟灑一片 響一響鑼鼓 對仙師以表謝義和尊重 交通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快起來 哎呀,漂亮呀 幾十歲拍攝 哎呀,差不多了 我們天台武館學武的人一定是大關帝的 所以這裡就會有個關帝像 放在中間這個就是我的師公,叫鄧方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師傅,這個師傅叫周永德 就是教我們功夫的了 就是天台武館就是這樣了 我明白 當然我是一個武館長大 不過是一個傳統的天台武館,我真的是第一次來 這個味道真的很厲害 香港在六十年代,那些人學武就全部上天台武館 現在這個天台武館可以說差不多是香港最後一個了 沒有的了 因為我們租金很貴,大家都養不起一間武館 現在香港可能練武都要去工廠大廈裡面 不會再有這些環境 還有為什麼會有一個天台武館呢 就主要那時候的師傅呢 他們會在下面住,就在上面教 然後他們就不收我的錢,他們就在教我們 現在可能就是學徒式 那時候不是學徒式的 那時候是父子關係比較多的 那時候真的是自己的爸爸嗎 爸爸這樣 甚至師母呢,他會煮飯給我們吃 或者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我就說我們一群師兄弟 沒有血緣的一群兄弟 有人說就是一日師傅,一世為師傅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傳統 這個就是我們要有的武德 不同的現在那些人仔學功夫可能是一個教練 沒有那種,就是給錢你,你教我 以前那個世代不是要錢的 他希望我們認識他的人 他將他的武術傳出去 天台武館是我們這群學武的人來講 是一個家 一個家 一個家 是 你是找不到的 我好小時候就要不要去這裡學功夫 不是很好吃的 隨著天台武館的消逝 Philip會去到巴塞龍南 見證周永德師傅的徒弟 如何將洪權發揚光達 Philip將會去到西班牙和德國 看看洪權的發展 也會和當地人作交流比試 幫配偉師傅 今天就幫他做出發前的準備 駁擊最重要就是大家的距離 比如距離位 還有就是最重要的反應 比如說你動 動手的手就要打 動 就利用所有的 就是你的身體部的部分 都可以去做 最重要就是這樣 比如在洪權裡面都有很多種 比如我們的 哨拳 你們清哨拳 或者是擺拳 我們也有 比如說在這裡高處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位置 這位置 這位置也可以 這位置可以在斯班牙裡用到 甚至譬如一拳 這位置翻手 我們也可以 比如通天拳 這位置叫通天拳 通天拳 通天拳 可以叫通天拳 也可以在這裡應用 當然 隔鬥的時候 看整個程序 人家的反應 對方的姿勢 你又跟著一個變化去做 比如出拳的時候 噗 出拳的時候 要大動 比如我的手形在這裡 噗噗 我永遠不會虧張 不會虧給別人 我打兩拳出來 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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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拳一拳去做 你爭就行 是不是 他一按身 你便把他放進去 是不是 如果他太距離 近的時候 可以打 可以踢到他 是不是 拳一拳打過來 這裡打過來 這裡打過來 這裡踩到腳 對 踩到腳 如果真的有很強的對手 或者弱的對手 你最好 這個十字位 比如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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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多元國術 其實不主張你一下子 就殺了人 是不是 你坐牢 你攻擊這些位置 他不會死亡 這些位置 打到這個位置 去暈暈 你才知道控制 你才知道控制 其實彼氏 你什麼都用到 你才能控制到他 和大家可以有兒交流 或者 你始終都要保護自己 當然 沒錯 可以 阿菲妮 如果你的腳 這樣踢 觀感上 是板板聲 是 但因為踢的時候 身體縮後 你的能量 就爆不出來 其實你的力量 可以再大一點 你不要發覺 你不要發覺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縮起來 你踢的時候 借著腳的力 你踢出去 你還沒有發到 嘶 一個離心的力 那個腳打出 而這個位置 不是這樣摺著 如果低腳 不要這樣摺 這樣去 你的能量是 大很多 其實我扮腿 我知道 我自己不得一些壞習慣 其實有點浪費力 今天 江師傅也看到 幫我 一些壞習慣 很難去 這麼快的時間 去改變 幫我留意這件事 會去做 前撐腿 我想我捉我會快一點 因為這個是一個 很基本的泳泳泳泳消息 我經常都要練 過去 我想看看 功夫 如何傳到西北文 功夫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不只是動作 我想看看 中國人的想法 武德、哲學 那些東西 都可以帶來西班牙 還有 也有興奮 可以和人切磋一下 西班牙的第一站 就是找周永德的徒弟 黃炳培師傅 黃師傅你好 你好 黃炳培師傅 七三年 開始在巴塞龍那 一邊從事餐館工作 一邊教授紅拳 黃師傅 其實你是否因為懷念 天台沒有館 所以你找這個地方 我看對這個天台 可以練功 教學生 你自己做嗎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專門做給這位徒弟練一下 黃炳培師傅 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度之下 去教中國功夫 他經歷過不少的文化衝擊 黃炳培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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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他們特別辛苦 一面工作一面工餘教功夫 雖然辛苦 黃師傅亦都繼承先師推廣國術的使命 從來不收學費 因為我們師傅教我 那時都沒有收錢 每晚都不要說什麼 只是好像工人一樣 就熬了粥 那裡都值錢 最主要是我們肯學 學過之後 最重要是和他發揚光大 黃師傅的徒弟 在巴塞隆拿已經開設了自己的武館 Philip很開心可以親身體驗一下 外國人教洪拳的方法 來到外國麵拳 其實看我爸爸的武館沒有什麼分別 分別是什麼呢 他們有駕駛 他們做駕駛 類似西方人去練 舉重的做一個練習 就轉到第一個練習 然後轉到第二個練習 傳統的武館 憑我的所知 就是各位師兄弟 回到武館沒有一個組織的學校 可能有一個徒弟會跟一個師兄練 在這裏每個組織去轉 即這裏三分鐘 那裏三分鐘 可能中間有三分鐘去練 去試練西洋拳那種系統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基本上他們想一日時間 或者一小時的時間 練習很多不同的招職 加上一種體力的練法 還有技術呢 外國這位師傅呢 都會各位撿撿的 OK OK 這個是練速度的 還有準度 這裏呢 師傅呢 正在練習 虎爪 簽紙 Velona這間武館已經有十年歷史 他在三十幾年前 遇上黃炳培師傅 當時的震撼 他仍然記憶猶身 我是喜歡李小龍 所以喜歡中國功夫 見到師傅年輕的時候 他打功夫的速度 感覺是比李小龍更加快 所以很想跟他學 Gelona在這裏教拳的方法 和黃師傅的傳統方法很不同 除了加強體能訓練之外 亦都有對打和排打的鍛鍊 排打呢 排打什麼呢 是捱打 其實不單是中國功夫 有的 西洋拳 都會拿一個Medicine球 打自己的頭 為什麼呢 因為你搏擊的時候 你沒理由不會中拳 所以練捱打 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練習方式 他們是會用一些紅拳的招式 去Sparring 即是用他們自己的類型的招式 去搏擊 這個拳術呢 也有一個Sparring的方式 他們Sparring 很明顯沒有戴手套 所以控制也是很重要的 他們身體有接觸 頭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有一點流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在練習中 不是真正去搏擊 我師傅 希望我們學到的東西 就發揚光大 不管是西方人 還是中國人 總之肯學得到 經過幾十年的推廣 紅拳的圖子圖孫 不僅僅在巴塞龍南 也都已經遍佈西班牙不同的城市 黃師傅可以說桃李滿門 但是他自己的兒子 就一直對功夫沒有興趣 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變 他當時 小時候 以為打功夫是很辛苦的 所以不肯學 後來見到我們在香港 在功夫國 還有那些鬼仔 都有在這裡表演 還有去廣州比賽 見到那些鬼仔都可以獲獎 那他回來就是 在這裡求我教他 是 我自己主動叫我爸爸教我 那要求他幾次才可以教 我要教他 他就沒有心機學 要他求我教 那時候他有心機學 那我才能教他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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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見到黃師傅教他的兒子 其實我真的 真的很開心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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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而且我見到他們 其實在教拳的時間 其實他們兩個關係很鎖 很鎖 見到這裡的學生 跟著黃師傅 三十幾年 有時候人們結婚都不會這麼久 其實是一個很熱情 很愛這件事 當然也很愛自己的師傅 原來我也明白 因為我自己都是移民國去美國 我爸爸也是 去到一個不是自己的地方 有一幫學生 或者一幫朋友 去跟自己分享 不開心 不要不開心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 為什麼一間武館是一個家庭呢 其實 因為 人是要 別人 要有個relationship 現在不是一個人很孤單的 是透過功夫 去成立這些關係 那在 周師傅那間武館 來到西班牙 都可以見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 對功夫 對中國的文化 很有希望 去到德國 Philip 將會跟 紅棋的師兄弟 交流比試 引證他們的功夫實力 Philip來到德國 為了準備 接下來的比試 積極催谷自己的狀態 劉家勇師傅 在香港一直都沒有收徒弟 但是近幾年 他都會來德國教育 全因爲外國人 對國術的熱情和尊重 劉師傅 你覺得 教外國學生 和教香港的學生 有什麼分別 外國分別 都挺大 因為現在 你知道 香港學生 不是那麼多功夫 現在來到德國 你看到 他們雖然說 有些年紀 不是年輕人 但他們很用心 用力 不記得也好 都要打 打到順位子 4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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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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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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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6 跟我的臭小子成為他的學生 他說他不喜歡學習 所以我去英國不幸地回家 然後再回家 我回到他差不多兩年了 最後一站來到卡爾斯魯伊 去一間相當有規模的洪權學校 這裡的師傅加斯基 從小就喜歡拳擊運動 後來愛上中國功夫 他的洪權師成林世榮徒孫林鎮輝 回想起每一次見到師傅林祖的時候 都會帶給他洪權的震撼 一天他展示了一個技巧 可能他年紀85年或86年 不,1995年年紀 1996年年紀 他展示了我的蝸蝸蝸 我想說 oh when he when you block and crap 阿琪師傅是個武師 年輕時試過每星期都去參加拳擊比賽 她太太也是她練卷的對象 喬ия 他睡不太安定 整個時期都改變 平常很慢 一早起起醒來 然後覺得aimer上一些 India 他的右手 他的夜отр日? 他超過天 essential 一 помог給我買下家 卡爾斯魯爾雖然是一個小城鎮 人口只有幾十萬 加斯奇的紅拳學校 就大約有250個學生 國術對他們來說是功夫技巧 也是一種鍛鍊運動 很多學生 如果他們做法的功夫是很熱 這不是真正的生活 他們每天都很努力 所以他們來學校 想要有興趣 他們也來這裡訓練很強 但他們可能會忘記自己的生活 其實我這次來 我想跟他們練習 練習和學習 他們外國人對紅拳的心得 以及技術如何使用 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他們的班一起練 我覺得這間館反而真的很傳統 真的像一間 我那時候練習那種功夫 所以我會比較快 而且大家都很友善 你見到這位朋友一會跟我Spar 其實一來到就聊天 我會很客氣 很開心 一點都沒有那種 我要贏 我要第一 那種感覺 令到我很舒服 令到Sparring的時候 也不會有些很緊張 或者要保護自己 就是一個完全好的學習 就是一種感覺 第一次跑 好嗎 快點 好 好 開始 好嗎 好嗎 快點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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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 很快 功夫也沒有辛苦 大家學習而已 接著還有擅長率達的大師兄 和Philip過招 走 打一個比較細小的師兄 有不同的樂趣 為甚麼呢? 他很想摔摔 不過我練了一點油術 所以落地的時候我也舒服 不過他很緊張 打勁他也不動 不過 好經驗 這次見了很多師傅 和很多不同的武館 我們最初的目標 都是看看洪拳在國內 去香港 如何去看其他國家發展 我最大的啟發 其實覺得功夫不是 只是一個combat的系統 是一個total package 連同師傅和徒弟的關係 或者所有人和人的關係 好像老公和老婆 老爸和兒子的關係 其實功夫是一個太美麗的東西 而且武術 在 general是一個很美麗的東西 如果大家是不停地去 biggering 這個又說甚麼又甚麼 其實是很浪費的 我這次透過的經驗 我去放下自己的pride 自己的ego 去每個人的監管 去參觀他們最厲害的東西 他們給我的東西 我真的學到東西 他們會見到 最後一天 辨訢 李宗盛 辨訢 李宗盛 感谢观看